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黄古人 欢迎来到黄古人的异想世界 这是我的异想世界 也是你的异想世界 我常常说异想天开 换个角度想 也许上帝为我们开散天窗 你是一个会抱怨的人吗 当你不如意的时候 当你沮丧或是不开心的时候 你是会很容易一肚子苦水 说出很多负面的话的人吗 还是你是一个常常说感谢 常常赞美的人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常知道小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比喻 就是一张白纸 然后上面有一个黑点 老师就会问说 同学们你们看到什么 有99%的同学都说 老师一个黑点 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我们看到一大张白纸 而黑点可能只是一小小部分 可是大部分人的眼光 都会看到那些黑暗的 负面的不如意的不开心的 可是圣经教导我们 当我们起来赞美 感谢的时候 会为我们开一扇机会之窗 很多事情越抱怨越沮丧 它的结果就是每下愈快 可是怎么样能够在黑暗中 在绝望中 在不开心中 还能够赞美呢 这是一门艺术 而这个东西需要学习 可是我真的相信 也有太多人跟我们讲 当你懂得感谢 当你懂得赞美 不去看那个黑点 不去看那个黑点 却看到很多仍然美好的事情 我们开始赞美 突然有一天 那个黑点也不见了 今天我们请到肖黄旗 他的生命有一大片黑暗 因为他看不见 可是他却写出最美好的音符 我们要进入肖黄旗 那奇妙而喜乐的生命 牵住你的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夹着带你到处往游 就能惊喜的从背后 给你一个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 生命也许完全不懂 可能我想要的 我喜欢的 我爱的都不一样 眼前的黑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黑 我们说的天空啊 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 背后的蓝铁 我望向你的脸 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 遮住了脸 忘了掀开 你是我的缘 带我领怨四季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就在我眼前 就在我眼前 是你的眼前 你都在我眼前 我看见 欢迎来 來 歡迎你 來 請坐 謝謝 來 請坐 坐在這個沙發上 OK 我覺得我唯一的功能就是 在帶領你坐沙發的時候 我是你的眼 帶我坐在紅色的沙發 這樣子 其他我就幫不上忙了 謝謝 但是我要跟你講 當然你是看不到 你生活上有很多人 可能有需要帶領你過馬路照顧你 但是我覺得 你真的現在是我的眼 謝謝 你這讓你帶我領略歌唱的美 帶我領略生命的感動 真的 所以這首歌我知道你是寫給自己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是用自己的角度 然後去看這樣的一個人生 我覺得就是從看不見以後 其實對很多事情就會體會更深這樣子 覺得有時候看不見也沒有關係 但是透過更多雙眼睛 可以幫我看更多美好的事情 然後透過大家的 這樣的美好的眼睛的這樣的敘述 我覺得對世界來講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那種 比較醜陋的地方 或是說比較不好的地方 我就可以不用去看了 我就會比較把好的地方放在心裡面 所以譬如說用這樣的方式去面對人生 去寫歌 或者說去過每一天 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很快樂的 黃靖 雖然你看不見 但是我認為你看得真的比我們看得更多 你也許沒有辦法看到這世界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心靈 你心靈的眼睛洞察了很多很深刻的東西 是我們雖然看得見人 卻看不到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就是可能有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習慣用眼睛 或是說其他的這種看觀 眼見為憑 對 就是用眼睛去描述 去形容所有的事情 或是說以用你們看到的 然後去評斷每一件事情 但是有時候很多事情是 你要閉上眼睛你仔細去想一想 然後仔細去用你的心 去跟你自己來對話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比較深刻的 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 比較少去用到這個部分 然後去面對你的生活的每一天 黃靖 我問你一個實話 你到現在仍然會後悔 你是一個盲人嗎 現在 對 仍然會很疑慨 譬如說我在打電動的時候 就會後悔了 因為你知道嗎 我現在都打Wii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打Wii 我都是用聽的 你知道嗎 我們在打一個那個Wii的那個 棒球的運動的那個比賽的時候 譬如說那個棒球 它的投手 它投出來了聲音 它的球速是有聲音的 咻 你就知道說 它到本壘板的那個距離 是有多少的速度 多少的時間 你就去算那個時間 然後你去做揮擊 我好想推薦你參加 奧運棒球比賽 這個就不行了 你好厲害 你可以打Wii嗎 可以啊 我保齡球棒球 就是運動項目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就是看不見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是 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 改良很多事情 包括你的生活 包括你做到了每一件事情 你就要用你的方式去 找得到方法讓自己可以生存下來 或是說可以體驗每一種生活的樂趣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看不見了以後 你還是可以去做很多很多 你想要去做的 譬如說你跟朋友去玩 去游泳 然後去爬山 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想要 想要去追求的生活 雖然看不見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其實 看不見其實就是 在局部上面的肢體有一些障礙而已 但是其他的部分 所有的感官是跟一般人一樣的 我覺得就是有很多事情是 如果說有去找到方法 找到方式 或者說有人去發展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去 往這個方向去找到 生活的很多很多的學習 你有在玩MSN 有啊 對啊 我沒有在玩MSN 對 就是說可以 就是可以 我覺得我跟你比起來 我也不玩 我也不會玩物 我也不會玩MSN 其實我才是一個盲人 我覺得你真的是 沒有 你是 你是每天都在忙的錄影的盲人 對 所以 一個人太忙 他的眼可能就忙了 沒有...其實是 他有沒有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其實我在寫歌的時候就是 我沒有想太多 就是說我覺得 可能我自己學到什麼 可能我以前高中 或者說以前學的音樂的模式 是什麼樣的一個模式 然後呢 我會再聽不同的音樂 然後呢 去做自己的生活的一個 詮釋 然後再去把每一首歌...的旋律 然後用一把吉他 然後慢慢的 就唱出來 你是怎麼作曲 用吉他做嗎 對 我都是用吉他做 然後就是 然後用MD把它錄下來 以前還沒有MD的時候就是 我都會用錄音機 然後就是一句一句慢慢的剪 慢慢的錄 那時候就彈吉他 然後一邊錄 那最麻煩的就是 可能就是歌詞會背不起來 如果人家錄的時候 有時候要背歌詞 你歌詞沒有背完的時候 你就很恨就... 不然就是說 錄到一半 那個歌詞突然忘記了一句 又要重錄 你的歌詞要怎麼背 你是用點字去背歌詞嗎 對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學點字 學點字 對 所以說我們的點... 就是我們就是背背歌詞的時候 就是先要把就是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這樣背 其實我們學樂器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學吉他 學Soxone 學鼓什麼的 它都有一個固定的一個模式 就是說 譬如說你彈吉他 每一個吉他的這個位置 你必須要去用反覆的練習去移動 然後去背他的那樣的一個 和弦的一些指法 或者說和弦的一些音階 但剛開始都是用背的方式 後來慢慢的可以找出一些 就是可以自己運用的一些方式 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在某個方面 芒包也發展出很多很多 生活上輔助的機能 也很健全對不對 其實對 很有趣 以前我們就是 我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我們 譬如說我們要上體育課 我們有發明我們自己的棒球的打法 真的 以前小時候 我們會自己發明棒球 我們會把籃球 籃球把它那個消氣 變成軟的籃球 然後我們會在那個 譬如說地板上面用籃球 譬如說投手在對面 他投球的時候在地板上面投 那我們還是拿棒球棍 我們就是蹲在地板上面打灰棒 那時候感覺那投球出來會有 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聽那個聲音去揮棒 但是你打到那個球的時候 怪不得你會打尾 沒有啊 但是你打得到那個球的時候 你感覺好棒 你就很刺激的感覺 跟一般人在打 站著站著那個棒球是一樣的 眼睛蒙起來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因為我們以前在學校 玩棒球的時候都 他還是可以投變化球 壞球 然後常常就是 我們就是盲人欺負盲人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投壞球 讓盲人一直揮棒落空這樣子 你們都是盲人 還要彼此寂寞 主辦單位比較貼心 他在演唱的這個舞台上面 他都有保密磚 或者是圓圓的 我好像看過這個東西 那可能是你都 用摩托車把它壓平 所以你沒有看到 他竟然是關 我已經 很久沒有騎摩托車了 真的嗎 這真的不是我弄的 對 不是你弄的 我們這次盲人欺負盲人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投壞球 讓盲人一直揮棒落空這樣子 你們都是盲人 還要彼此欺負 沒有啊 原來欺負這件事情 不只是民主人會做 不然哪有三陣出局的 不然哪有三陣出局的機會 對不對 你都一直投好球 他就一直揮棒 他就打得到球嘛 那你必須要投一些壞球 來騙他的耳朵嘛 其實這也是一種 訓練耳朵的方式啊 如果你再抱怨你生活無趣的話 就對不起小黃幾號 真的 盲人他看不見 都可以找出這麼多樂趣 大家要用一點心喔 今天我覺得保養你好開心 因為我知道你也上過 很多節目嘛對不對 那最近呢 你剛剛辦完演唱會對不對 對啊 剛剛唱 感覺怎麼樣 很恭喜你演唱會好成功喔 沒有…就大家幫忙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其實做了幾張唱片 然後就覺得說 自己也可以站在那個比較 我覺得大的舞台上面 去做那種個人的那種發表 或者說把自己的歌唱給大家聽 我問你一件事 因為你看不見嘛 例如說你站在前面沒有觀眾 或是前面有一百個觀眾 跟前面有幾千個觀眾 你有感覺不一樣嗎 如果說 大家都不要拍手其實是 是差不多的 比如說 譬如前面 前面有三千人在前面 但是我唱歌的時候他沒有拍手 其實我是感覺不到 他有在前面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聽掌聲就跟他說 今天的人來了多少人 但是其實在演唱會的過程 我覺得這次非常棒的地方就是說 主辦單位比較貼心 他在演唱的這個舞台上面 他做的導盲磚 導盲磚啊 而且我就可以在很多地方 到處走到處 套處去 什麼叫導盲磚 就是你在公共場所 你會不會看到地板上面 它會鋪一些磚塊在上面 譬如說直線 或者是直線到一個定點的時候 它會往旁邊走 或者是圓圓的 我好像看過這個東西 那可能是你都用摩托車把它壓平 所以你沒有看到 他竟然怪我 我已經很久沒有騎摩托車了 真的嗎 這真的不是我弄 這也不是你弄的 那當觀眾看到你在上面 可以走來走去唱歌 他們有沒有覺得說 捷克這實在太神奇了 我想應該是 對 而且那種感覺其實很棒 很棒喔 而且你就知道說 這個舞台很多大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就是 就是走到這邊 走到那邊 可以自由行走的那種感覺 我下一次想幫你 幫你辦一個演唱會 我幫你做個導盲磚 你一直走到車站 欸 蕭王琪呢 他已經上車了 對 開玩笑 欸 我覺得這個演唱會 聽起來你的演唱會 有給人家很不同的感受 而且就是 又是除了導盲磚以外 然後就是 也學了那種 簡單的舞蹈動作這樣子 欸 這個不是開玩笑 你願意秀一段嗎 不要啦 再太丟臉了這樣 沒關係 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們閉上眼睛 你跳好不好 真的 我們不看 你閉上眼睛 我張開眼睛好了好不好 欸 我真的我們不看 大家講好 他等一下要跳一段 可是大家不要 欸 來了 來 來了 來 我告訴你 黃琪啊 我跟你講 我雖然看得見 可是我跳舞應該比你還糟 沒有 就是 你跳什麼舞呢 來 因為那時候就是 他們有教了一個簡單的那種 恰恰的動作 來一個恰恰的節奏 我忘記了 欸 真的好啊 對 這類是 因為他還有一些別的動作 因為他那時候是 他是 你故意了 我是不是中風了 欸 其實我跳得很爛 可是我覺得你跳起來很可愛 就是 就是 好棒 因為就是 好玩啦 我覺得就是做演奏 做音樂就是 除了演唱 因為演唱我們一定會把歌唱好 這是我們的本分 我相信你這麼一跳 全場都瘋了吧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剛好有搭一首歌 然後就是 他那個是就是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動作這樣 是整套的動作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 你怎麼會突然變那麼好 因為可能都是 就是我覺得是星光幫我一個忙 對 然後他們 我非常謝謝他們就是 在歌唱比賽啊 很多比賽去唱我的歌 不管是唱 你是我的阿嬤的位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的關係讓我 不僅是 就是我自己的這個活動變多了以後 我的唱片呢 加速賣了好多 所以我板碎收了很多 然後 然後 白白都是創作人 為什麼星光幫你都不唱我的歌呢 不然是怎樣 我的歌比較難聽就對了 沒有沒有 這是剛好有時候就是 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但是我認為 你不要感謝他們 是他們要感謝你 因為說實在你的時候 那時候的時候還沒到 我知道你出過幾張專輯對不對 對 但是你的能量在那邊 其實說實在 你需要有一天爆發出來 但是說實在你的歌 聽過的人 特別喜歡唱歌的這些參賽者 比較有唱功的都會想挑戰你的歌 因為你的歌很有畫面 很有情感 所以應該是說 你不是突然紅起來 而是時候到了 也正因為你有一些好聽的歌 可以讓這些參賽者可以發揮 所以他們應該感謝你 沒有 我覺得就是 像他們就沒有感謝我 沒有 還是很多人 很多人在比賽唱你的歌啊 只是說那些人可能 他可能在第幾牆就刷下來了 光學 不要再安慰我了 我已經夠難過了 沒關係 不是你的問題嘛 是那些人的自己的 沒有好好唱 對 通常唱我 我的歌的比賽 都是在100牆就會刷掉 那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不過說實在啊 黃奇的歌喔 真的有一種心弦震盪的共鳴感 其實我當初其實我也沒有覺得說 這個歌會讓人家會喜歡 因為我覺得我在寫這個歌的時候 是為了一本 我那時候自己有一本自傳的書 然後我就覺得說 除了書以外 我應該有一個 一首歌可以代表這個書 代表我這個人 然後我就 就是為了這個書 然後就量身訂做這個歌 就唱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 其實以我的 我對音樂的認知 這個歌是不會紅的 因為它 它是屬於自傳式的那種寫法 也不是朗朗上口的一種 對 它那麼不好唱 應該不太會紅 因為好唱的歌比較會紅 對 像我願以為你 那個就好唱多了 對 那也不好唱 不過事實上證明 不管好不好唱 好聽感動的歌就會紅 真的 就是 打破我們有一些成見 對音樂上的成見 對 真的 真的 我們 其實我們都是學了一些 因為像我以前是 我是學古典音樂 然後我是唱聲樂 那我就覺得說 來一段聲樂 好 我會建議你到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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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星光幫你比賽 那個杜蘭果公主那個傢伙唱不過你喔 沒有... 真的好棒 原來你修過聲樂 就是在小時候啦 就是高中的時候就是 有... 有主修一些 有一些聲樂的那個方式 有一些歌這樣子 而且蕭煌琦真的 他真的多才多藝 你不但會聲樂 而且你還是一個奧運 奧運的選手 對 從小就學柔道 你講一下那一次 得到奧運獎牌的事 其實我是從小 學四年級就開始學柔道 你學柔道 那時候也忙了嗎 那時候還弱勢 還弱勢 弱勢可以看到一點 但是其實柔道跟弱勢跟 看了價格看不見是 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一種 兩個人要用手去拉在一起的 一種... 要用身體 依靠身體的那種對酸 那我從小就開始喜歡 這樣的一個運動 參加了幾次的運動比賽 不管是亞運 92年...94年的亞運 或96年的奧運 或是98年的世界 對 盲人運動會 那當然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有趣的這種運動賽事 對盲人來講 它可以訓練盲人的平衡感 因為盲人的平衡感比較不好 當然 比較容易摔倒 但柔道裡面是有一些 柔道的應用倒法 一些倒法 你摔倒的時候 然後不擔心這樣子 你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嗎 那老師你要讓我摔嗎 沒有 我找我們的那個 沒有 我去參加阿特蘭大的 那個殘葬奧運 那時候其實 我自己也很... 很榮幸可以去 就是從台灣 然後飛到美國 阿特蘭大去採打 真的 那是無上的光榮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 柔道的那個柔道場 它是架一個舞台 上去的很高 然後好多人在底下去 看你摔柔道 那種感覺 然後當你... 就是你要上場的時候 那個... 他們會放一段那種 好像那種 帝王初旋的那種音樂 然後... 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 然後所有的人開手 然後你就... 起來就是要走上台 然後讓大家去... 給你那種祝賀的那種掌聲 我那種感覺就是... 好棒喔 這一輩子也許... 沒有幾次這樣 除了演唱 就是做音樂以外 哪有機會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是... 所有人都在看你摔柔道這樣子 然後那一次就是... 有比較好的成績 就是在前六名的成績這樣子 可是其實... 在過程當中 我比較擔心 就是... 邊比賽的時候 我是因為... 那時候我的阿嬤其實... 身體已經... 已經不好 了解 然後... 然後也發出病危通知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去... 摔柔道以後 回來就... 沒有辦法看到阿嬤這樣子 是... 你那時候一方面拜比賽 一方面又擔心阿嬤 對 然後... 其實我在比賽之前 我還有去... 去醫院探視阿嬤 然後... 那時候我的阿嬤已經... 不能說話了 然後... 其實在當初我也是很掙扎 然後我就... 去找阿嬤 然後我就問阿嬤說 欸...阿嬤 我是不是... 留在你身邊 然後不要去參加比賽 但是其實阿嬤的那種... 就是... 她的那種感覺 她是希望說我去比 當她... 就是... 她牽著我的手 但是我... 我聽不懂她在講什麼 就是因為她講那種... 可能就是講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理... 感覺到這樣她在講什麼 但我覺得是 她是希望我去比賽 不要擔心她的身體的狀況 了解了 然後於是我去參加這樣一個比賽 但是比賽我得到成績了 可是我覺得 我回到台灣的當天 然後那時候我哥來接我 她就跟我說 阿嬤來不及等妳回來了 就是在妳回來的今天 當天就離開妳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說可以... 不要去比賽 然後陪在阿嬤身邊 那種感覺是很棒的 也會後悔去比賽 沒有陪在阿嬤 當然我覺得這是很後悔 我都還來不及跟她講說 阿嬤 我得到獎牌了耶 然後我... 我有更... 更好的成績 黃琦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還會難過嗎 現在 我每次唱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會想到 就是跟阿嬤相處的那種過程 把那個歌唱會唱的 我愛心裡 都會唱的 我愛心裡 我愛心裡 你不及時 你不及姿 我愛心裡 你不及姿 我愛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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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及了 你不會後悔去比賽 沒有陪在阿嬤牌 當然 我覺得這是很後悔 我都還來不及跟她講說 阿嬤 我得到獎牌了耶 然後我有更好的成績了 然後我希望說那種榮耀事 希望可以跟她一起分享 因為從小到大 我的阿嬤都是一直在我身邊照顧我 因為我爸媽他們都是做 水泥的工作嘛 所以他們很多時間都不在家裡面 然後我阿嬤小時候 因為我眼睛比較不好 然後他就會帶我去很多地方 看眼睛啊 或是說帶我去 那很疼你喔 對 甚至我上學住校的時候 他都會下課的時候 他都會來接我回去 然後他最疼我的地方就是說 他常會就是 很多朋友會送他很多東西 他都會放在他的床頭 他每次就是我 我只要住校回來的時候 他就會帶我去 他的這個床頭旁邊的時候 阿嬤 這些喔 他就說 冷卻你拿去好 你待會兒出去 你唱得好 忙給你阿嬤 阿嬤跟阿嬤看到 不然他們會給你唱 你就會拿去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阿嬤就是說 他對我的那種照顧 對我的愛其實都會比 我家裡面的哥哥姐姐還要深 是 然後甚至就是說 他們跟我家人的每一個人 大大小小說 你們喔 忙給阿嬤好 他眼睛沒看 你忙給他一直哭 沒有眼睛會越來越壞這樣 所以 我家的每一個人 他都不會欺負我 也不會打我 爸媽他們都捨不得打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真的 這些都是阿嬤的 因為阿嬤的愛 讓我有很多的這樣的力氣 然後去 用音樂去跟大家交朋友 或是說用音樂去感動很多人 但是黃岐也沒有辜負阿嬤 他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想你阿嬤一定以你為榮 而且你也寫了一首 非常動人的歌 對 我就是 對 這個歌我是寫給我的阿嬤 所以我每次唱這個歌 都很有感覺 我們來聽你唱這首歌好不好 好啊 找我所忈的歌 我愛你唱這首歌 有事兒 有事兒 會唱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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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兒 會唱這首歌 看人在搬說火 看人在乎太多 他聽聽跟我們說 叫我們就要好好討充 人家大人想你老別 年了兩倍 在那個時候我們都聽都沒有 阿嬤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I change the word well 以後對 الآitheja 乾下雪 I change the self-for???? during the halfway record I change the love I change the love 在乎 在乎 我们明更多 你也现在 而真是一切都要 但我居然很想在身上 我仍然非常想与你 但我仍然很想 但我和你一切都要 但我仍然很想 但我居然很想 我仍然很想 我去笑笑我 我去想念了 我去想念你 你以后你会想念我 想念你 哇 好动人歌 黄秦 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还会难过吗 现在 我每次唱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会想到 就是跟阿嬷相处的那种过程 我觉得 就是 所以很不喜欢唱这种 因为每次就想到说 阿嬷如果说还在的话 其实就可以 就可以跟自己去很多地方去表演 或去看自己的整个的过程这样子 其实黄秦你现在非常非常的红 唱片 歌曲 演唱会都非常成功 但是你有一段很 应该有很长一段是很辛苦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因为默默无闻 然后就想说那时候我也学按摩 所以我有按摩制造 你也是专业的按摩师 我是专业的按摩师 我从国中开始就有机会学按摩 因为在启明学校里面都是 它会分两个部分 就是你要升学的时候 你就好好地去念大学 然后去读书 那如果说你要就业的时候 它就只有一个职业 就是按摩 就业只有一个职业 就是只有一个职业 我们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从上到下 那个没有另外一个职业写盲人歌手吗 没有 没有没有 就没有这个职业 他也没有特别去培养 就是说特别去训练 就是按摩而已 所以盲人 盲人在台湾其实是很辛苦 那时候我自己就是 我学会按摩 我有拿到按摩执照 我就想说 就这样吗 我就这样子就是过一辈子吗 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毕业以后 我就开始去找民歌餐厅的工作 可是我常常去找 常常打电话去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在应征歌手 然后我都会跟他讲说 对不起 我是盲人 然后有些人听到电话 蛤 盲人喔 对不起 我们没有要找 对啊 盲人不好找别的工作 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接到电话的人 就是都会直接说 对不起 我没有要应征歌手 即使他们有应征歌手 他们听到是盲人 他们就畏惧退缩了 好 我要对着镜头 你们后悔了吧 当初你们又找到 现在后悔了喔 那我也没有关系 我就是一家一家打电话去问 然后问问 终于有一家餐厅可以 他说好吧 那你下个月来试看看 来就是试唱 他还不是说直接可以让你唱喔 他就是直接让你先应征 然后你去唱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啊 就是我就抱着吉他 然后我就去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唱了自己的一首歌 然后别人的一首歌 然后就试唱完以后 那时候那个经理叫做林立 那就是他 那个是那个餐厅的经理 他就说 我们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 那是不是你可以就是 自己来 就是自己来唱这样子 或者说不需要我们这个服务生 来帮助你 可以自己完成这样 这些工作 了解了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你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会找我家人 想办法带你来 接送我来 对 我只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就来唱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开始就是 刚开始他就是帮我拍一个礼拜 一个班 就一个班 一次 一次 三百块 一个月四次一千两百块 一千两百块 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可以真正就是 往这样的一条路去走 了解 那是你的开始 虽然他安排那时段很不好 就是人家可能那种 三四点那种下午茶时间 可能人不多 但是我觉得 只要可以唱歌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很棒的 然后我就会很专心的 可能一般的歌手 他们会一边唱歌 一边聊天一边讲 跟客人聊天 但是我不会 我就是 我是整整的唱完一个小时的歌 让大家去听 我的声音这样 可是我都会跟人家聊天 没有啊 因为 不太好意思 没有 对啊 没有 其实 后来我们也 我也 其实 后来我也跟人家聊天 我又不是 但是以前就是 我自己也是一样啊 就是 我还是很认真唱 你现在唱一个小时聊多久 我现在唱一个聊十 有时候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我 我 我聊三十分钟 没有 我觉得 他是一种互动 你到底要不要唱歌 你是来聊天了吗 对 一个歌就可以这样玩很久 没有 其实我觉得 那种是一种互动 也不是说 超开心 所以你开始有一个可以唱歌 有人肯定你 你就开始到处唱 就到处唱 后来就是从一个班 唱到十个班 二十个班 甚至所有的 就是每一家餐厅 都常常要找我去代班这样 因为你声音真的很好 我觉得说好棒 就是 真的就是 还是有人会欣赏你 当然啊 对 就是就觉得很开心 就说 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事业可以去做这样子 虽然他的收入并不多 但我觉得 一步一步来 对 我觉得 就是珍惜那样的每一刻 而且听说你好像演出 到处去演出 有很多很糗的事情 对 我 其实我演出一些 因为后来也有 也跟乐团常常去表演 了解 那记得有一次就是说 我到某一个国中去参加表演 那我第一次用那种 耳挂式麦克风 那我不太会使用他那个开关在哪里 然后就是摸半天啊 也不晓得他是开还是关这样子 然后当时呢就是 校长啊已经开始在致辞了 我们非常开心 欢迎到全方位乐团还有萧黄奇 那他们呢都是一个非常困苦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好好的在对音乐的服务 对音乐的努力 然后这时候他编在讲的时候 突然我的那个沙克风的案件掉了 糟糕 可是我不晓得 因为人都会有口头残 对 我就 靠腰 全部都出去了 对啊 你就会觉得很丢脸 很丢脸 校长就说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辛苦 他们是忙人 对 还会骂出话 听到来说 靠腰 他们也会靠腰 因为他们肚子会有腰 因为早上去表演就太饿了 还没吃早餐就去表演了 然后还有什么事 听说你也到监狱去表演了 对啊 那监狱 其实你如果说有机会 你去监狱的时候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那个监狱的那些兽型人啊 他们在 譬如说我们唱完一首歌的时候 对 他们在拍手的时候 可以很齐一起拍喔 一起拍 然后一起结束耶 我们试试看嘛 好 各位掌声鼓励 没有办法 你看吧 完全不齐了 没办法齐了 而且 这是不可能齐的 因为这里不是监狱 可是 可是在监狱里面你知道吗 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个指挥在前面 我都觉得他是有一个指挥在前面 一 二 三 停 对 我现在做指挥好 各位 我们再试一次好 好 各位 开始鼓掌 你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还有超级巨星 是我们现在的马英九总统为你站台 还有成龙为你站台啊 对 我们看一下照片 你看 这是成龙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现在做指挥好 各位 我们再试一次好 好 各位 开始鼓掌 对耶 对 就是这样 对 因为我做过监狱了 拍鼓掌的指挥 原来就是你嘛 监狱鼓掌指挥是一种职业是不是 我也不晓得 所以你会觉得很好笑 对不对 很有趣 怎么会那么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奇的掌声 在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听过那种这样的掌声 不只是监狱那种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们常常会到很多不同的那种场合去 比如獅子会 浮轮社表演 那我们都唱一些 通常刚刚开始唱的时候 会唱一些比较通俗的流行歌 有一次我就是 我唱了一个歌呢 就陈森的《孤雅雅雅雅》 当每一次叫拉长音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以为那个歌是结束了 他们就会跑出来要讲话 上次我就唱到 来 征来去我 然后 那个时候 那个主持人就从旁边跑出来 我们谢谢蕭黄琪 然后我也不管他 我就等他讲完 他讲完的话 我有暖的孤雅 他下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对不起...夏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要这样子 打断你的演唱这样子 还有很多 有时候我们用整个团去打 去表演 有时候鼓手被安排到最右边去 可能因为他打得很激烈 突然音乐到一半的时候 鼓手不见了 他掉到底下去 因为他是盲人吗 对 他是盲人 我们乐团都是盲人 夏先生 我访问了一个乐团 他的鼓手曾经掉到底下去 就是那个鼓手吗 对 同样是那个鼓手 对... 好有趣喔 因为他们有时候为什么 主抱单位都很奇怪 那鼓把他跑到台的最旁边 所以他去敲那个螺的时候 敲那个拔 他可能太偏了 他敲偏了 整个人重心不明就好像往底下掉下去 我现在问一下如果你要请盲人 盲包去表演 可不可以把鼓 安置在中间 因为通常都是摄停在中间 真的 对 但是有的人就是摄停在 摄停在最右边或最左边 他敲一个拔就这样 就听到 他拔的声音还有一声惨叫就对了 真的是盲包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体贴一点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小黄奇真的 你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还有超级巨星 是我们现在的马英九总统为你站台 还有成龙为你站台啊 对啊 就是刚开始就是 我还要去就是 我们看一下照片 你看 这是成龙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 大字报没有写啊 对不起 对 那是不是成龙 对 是成龙 OK 真的 然后为什么成龙会跑来帮你站台 因为当时就是 我的制作人那时候是黄明伟 然后他跟成龙有熟这样子 就是刚好他也帮成龙做一些音乐 然后他就把我的音乐 那时候大哥他在欧洲拍片 然后他就把东西拿去给他听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成龙 大哥就觉得说 哇 这个歌其实是很 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其实 当然我们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 背后的故事 他可能就是说 可能刚好台湾有事情 大哥也刚好顺道要来台湾 然后就 但是他愿意为你站台 拜托成龙是估计局型的 对 他愿意帮我站台 我就很开心了 就是我觉得说 哇 第一张唱片就有 就有那时候台北市长 马英九先生 然后就成龙大哥一起帮忙 那时候新闻也做了很大 我觉得说 自己真的是很荣幸 帮你站台的人都发了 对啊 什么时候我可以帮你站台 下一张 下一张 好 真的 你看 马英九现在变总统 成龙又变得更 更Superstar 对啊 故事巨星 对啊 我有帮你写乐评 哇 真的 我没有看到 你下次写乐评 他翻成点字 对 我念给你听好不好 还有文字档 对 我真的听得好感动 因为他说他的是真情歌 真的 你是很真 你又充满了感情 你也是一个很真情的人 虽然我觉得 今天我们访问小龙琴 各位也许觉得他是盲人 你失去了你的视觉 但是你得到更多 像我出唱片 成龙怎么会帮我站台呢 但是我觉得有失有得 人生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黄琴你真的用乐观 勇敢的态度去面对 而且你还打尾 对 我真的惭愧 我不会打尾 不是 真的 你太忙了 真的 我觉得黄琴好棒 黄琴今天也带来一首新歌 对 这个是真情歌里面的一首 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 对 这首歌叫什么 爱一首歌 爱一首歌 OK 黄国人意想世界 也要邀请你们 一起常常跟我们做 异想的梦 让我们人生更丰富 黄琴谢谢 黄琴谢谢 谢谢 唱这首歌 李宗盛 阿愿 想北为你唱一首歌 我甚ぁ應援的蜵歌 是想看你的体魂出座 是看你的心情你感知啊 主情爱着你一个人 大家想着你的面 想要看你的影响 这些爱心情你想要唱歌 爱着想我唱给你一个人听 不知道你感觉听着我心声 我头看才知一条感情算 才已经像你眼睛心肝 爱着想我你没想好想来听 我在这等你我先来吹大 你爱我我爱你的一首歌 情情恶恶恶隆吹过山 想要看你一个人 那你爱你我爱你 就像我爱你一首歌 大家想到你的名 想要看你的影响 一首歌 白白想要唱歌 哈囉 又來到國倫宋的時間 我要來介紹一首非常非常動聽的歌 每次我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的心就好像要融化一樣 這首歌充滿了上帝的恩慈 很多人說上帝到底是什麼形象 是法官嗎 如果上帝是法官 我想每一個人都無法陶醉 他可以當法官 但是上帝沒有這樣做 他反而派他的兒子 為所有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要說這樣的恩典 實在我們難以想像 一個可以定罪我們的法官 竟然為犯人而死 這樣的恩典實在很難述說對不對 我要來唱這首詩歌 非常的動人 它是一首英文歌翻譯成中文 這首歌叫 無人能像你 唯有你 唯有你能抹照我鈴聲處理 唯有你能抹照我鈴聲處理 我雖用盡一聲來追逐 主 无人能想你 无人能想你 唯有你能莫照我灵神处夜 我虽用尽一声来追求 主 无人能想你 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 你的手充满意志 守护着在你怀里的安心 无人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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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能莫照我灵神处夜 我虽用尽一声来追求 主 无人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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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用尽一声 我虽用尽一声 无人能想你